周末假日不曉得要带家中的宝贝到哪里玩吗 梦时代与Disney Channel合作 在今年暑假联手打造梦幻的游乐空间 主办单位这次规划了五大主题的展区 包含实体的米奇妙妙屋 还有小公主苏菲等节目中的真实场景 每天还配合不同的主题活动 推出欢乐特应会 海盗与公主的变装日等等的节目 等着小朋友一同体验 在深度略拉的带领下 身穿不同角色服装的双胞胎 手拿大型气球 一对接着一对入场 站定位后还有惊喜嘉宾左左右右 跟着一起同乐 带来的带动跳 可爱指数破表 其实这里是梦时代 今年与Disney Channel 一同联手打造的奇幻乐园 在主题展区内 可以看到大尺寸的 海盗冒险 水手公仔 还有小朋友可以一起玩的沙堆 等等设施 好开心 跟爸爸互动很好玩 感觉就是很清楚 很漂亮 很公主 那个朋友通知的一起来的 我感觉还好 他很开心 这次的Disney Junior乐园 这次的Disney Junior乐园 除了有五大主题展区 每天还会配合不同主题活动 以及周末的欢乐特应会 举办海盗与小公主变装日等活动 除此之外 主办单位设计的单元 也有寓教娱乐的成分 那在每个故事里面呢 都会有一些寓教娱乐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 像小医师大玩偶 他会教朋友怎么去爱护玩具 比如说杰克与梦幻桃海盗 他会教你怎么去包容 去体谅 然后在西部江凯莉里面 还教小朋友去勇敢的 面对一些困难跟挑战 所以在这个活动里面 我们希望除了小朋友 能够在节目之中 享受好听的内容之外 那也可以在这个活动里面 真的跟节目做一些互动 如梦似幻的梦想游乐空间 将从6月24号展出到7月17号 有兴趣的民众 不妨找时间带家中宝贝 一起参与体验 港部新黄子军女中益 采访报导